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來實際的測試 需要花多少點捐來抽出傳說水晶 用來換我們悟空的新造型 那一開始我們是從7000點開始 7000點呢就是大概4500塊台幣 我們是在官網呢使用信用卡儲值 這樣比較優惠 那我們開始抽 我們一開始呢是從2萬塊的金幣 過程我們抽到了許多的英雄跟造型碎片 有些朋友喜歡一個一個抽 有些喜歡五個五個抽 那由於一個一個抽太久了 因此我們就五個五個的來抽 根據我的了解呢 這個遊戲跟王者榮耀是同樣的機制 就是它有一個保底 意思就是說呢如果你一直抽不到呢 你累積了一定的次數呢 那下一次還是會抽得到 就像夾娃娃機呢 就像夾娃娃機呢 如果你只夾不到呢 它就會讓你一定夾得中 可是這個累積的次數呢 有沒有時間的限制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我可以肯定的就是呢 它確實有一個保底的機制 我們繼續的抽 我們繼續的抽 過程中我們拿到了 許多的英雄跟造型的碎片 那這一次呢 英雄跟造型是比較難抽到的 我們這麼久還沒抽到一個造型 拿到一些比較 沒那麼好的三級奧義 我們繼續的抽 那終於拿到了一個 我已經有的造型 因此呢 是沒有任何的補償 那我們現在呢 剩下一千的點數 就代表我們還可以再抽 大概 五次 好 那這裡我們終於抽到傳說水晶 這一次呢 我們是花了六千五百的點券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幾率 跟網友我們流傳的七千點呢 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這次呢 大概花了四千五百台幣左右 因此觀眾們可以取捨 這個價值 值不值得 我們先來水晶兌換 換出煉獄修羅的造型 那這次造型呢 它的機械感比較重 我們來實戰測試一下它的特效 它遊戲裡面呢 看起來 確實是有比較大的變化 我們測試一下它技能的特效 那它的大招呢 它大招呢還是比較漂亮的 地板會裂開 還有一些火焰 而它的普通攻擊呢 會留下 棍子會有一些火焰的效果 總體來說呢 算一隻比較不錯的造型 以上呢是我帶來的奪寶的解說 那大家自己取捨一下 大概四千五百塊台幣左右的價值 值不值得 我是尚恩我們下次見 掰掰